大家好 我是布里斯 譚敦慈 其實異位心情敷衍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癢 其實在很多的武俠小說裡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些英雄好好的 他遇到這個癢的問題都是非常痛苦的 那癢了之後他可能睡不著 然後影響生活品質 甚至對情緒上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異位性皮膚炎 大家這個生活的地方 就是有特別要注意的就是濕度跟溫度 那因為台灣是海島型 又有一個北迴歸線通過 所以我們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溫暖潮濕 那這樣子就非常容易長這些塵蠻、黴菌 對於異位性皮膚炎的這個病人來講是非常痛苦的 異位性皮膚炎的家裡大概一定要被兩肌一氣 什麼叫兩肌一氣呢? 第一個你一定要需要的叫除濕機 第二個就是空氣清淨機 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吸塵器 代表你家不要有這些濕度來灰塵 然後讓空氣盡量乾淨一點 那除濕呢?當然這個除濕機 要怎麼放呢? 一定要記得放在房子的中央 不要靠牆放 記得你在除濕的時候 最好把門窗關起來 但是呢那個你要除濕的房間裡面 要記得把所有櫃子的門都要打開 那我會建議大家準備一個這個濕度計 這個呢其實很便宜齁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才不到一百塊 那它呢就有一個濕度的標示 我個人的除濕方式是這樣 只要大於六十 我就會開除濕機 那我甚至會在浴室門口也放一個 因為浴室是最濕的 那我們就盡量讓這個浴室的外面的這些濕度 都是低的 好那空氣清淨機呢記得 就是你在家的時候才開 很多人就想說 我不在家 我把空氣輕輕輕打開 那麼我回來的時候呢 在這個家裡空氣就很好 而且這是不對的 你回家的時候再打開 而且呢它要 再來吸塵器呢 其實一定要記得 家裡呢不要這個灰塵太多啦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家裡不要堆太多東西 因為你堆太多東西的時候 這灰塵落在上面 你要清就非常的困難 所以家裡盡量就是簡潔 那你用吸塵器一吸就很乾淨 好那如果家裡是有小朋友的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有很多的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最好是你不在的時候 你在開 因為呢發現呢 如果是你在家裡的時候 你就開這個掃地機器人 其實它是會陽塵的 所以呢也會造成這個 空氣中的品質會比較差 冬天夏天 這個對異味性皮膚炎來講 是很辛苦的齁 夏天的時候呢 會流汗 所以呢 要怎麼辦呢 我要保持清潔 那冬天的時候呢 因為會很乾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保濕 那夏天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 多多的這些淋浴的方式 但是呢 大家不要認為就是說 我要用這些肥皂啦 沐浴乳 才會洗乾淨 那甚至我遇到有一些這個 皮膚開始長疹子的人 他們都常常覺得就是說 是不是我很髒 這個是不對的 通常你長疹子 並不是因為你髒 那你在拼命的洗 其實會讓它更惡化 所以呢 其實呢我會建議就是說 用水沖 然後呢不一定要用清潔劑 清潔劑呢 只要用重點的部位就好了 其實我一直都建議 不管你是不是過敏的人 我都建議 簡單選擇沒有香味的 再來呢就是晴換衣服 因為有時候你這個有汗啊 濕濕的放黏在身上 是非常痛苦的 那現在有一些保暖衣啊 它可能讓這些汗水 可能都沒有辦法更好的 這些排泄掉的這些問題 所以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就是說你選的材質 那其實可以諮詢你的醫師 看看哪些東西是適合的 要特別的注意 那再來呢 你洗完澡之後 這個水還在身上的時候 我會建議用毛巾輕輕的拍 把大部分的這個大的水珠擦掉就好 然後呢 這時候把保濕的擦上去 為什麼呢 這樣才能夠留住這個水分 那如果說你已經很乾了 其實也推不開 這樣子呢 其實也更難擦之外 其實對這個保濕的效果 也會比較差的 其實呢 根據研究喔 80%的異味性皮膚炎的小孩 他或者是成人 他其實沒有食物過敏這件事情 所以呢 大家不要就是有那個先入為主的觀念 就是吃這個很毒的 吃那個很毒的 你擔心這個毒那個毒 然後去限制這個飲食 那反而造成這個飲食不均衡 那現在呢 我們這個飲食過敏呢 其實現在各個醫院都有這些過敏原的測試 大家你都可以去做一下這過敏原的測試 然後找出你過敏的 我們就盡量去避開他 但是呢 我真的要特別提醒避開一些東西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人工色素 那其實各位呢 不是那麼專業 我都會教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看那個食品添加劑 如果有阿拉伯數字呢 那我們就叫小孩這個不要選擇 那再來呢 是加工肉品 像這個拉肉火腿香腸 可以跟這些呢 本來這個加工肉品 就不宜給小孩多吃 那再來一個是什麼呢 含糖飲料 這個我們因為羅浮中醫師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一杯含糖飲料 會讓生長期數停止兩個小時 所以呢 那基本上呢 我都會建議 原型食物 那什麼叫原型食物呢 你看著它 它是魚 它是肉 而不是魚丸共丸 那當然我們知道吃魚很健康 因為呢 我們也看到很多Omega-3高的 它其實可以預防過敏 那這個Omega-3高的魚有哪些呢 其實青魚 然後秋刀魚 然後呢 鱸魚這些都是 好 吃魚好健康 所以一個禮拜要給小孩吃兩次的魚 平時就給小孩的健康 打一個好的基礎 那其實衛生皮膚炎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養 好那養呢 記得記得一件事 就是不要抓它 很容易細菌感染 造成更多的問題 那養怎麼辦呢 其實有一些方法 好 其實呢 要分這個有沒有傷口 如果沒有傷口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用一些洗好的 這些手帕啦 或者是毛巾 那洗這些手帕毛巾 或者是意味性皮膚炎人的衣服呢 我建議呢 盡量用這個 無色無味的這個洗衣精 盡量不要用洗衣粉 為什麼 因為洗衣粉比較容易殘留 那洗衣精的量要少 然後用清水要沖得乾淨 那你可以用這些呢 洗乾淨的毛巾手帕 那你可以準備一個塑膠袋 然後呢 把這些放進去 然後呢 你可以用你家煮好的開水 然後呢 就把它淋進去 不用太多 就讓它稍微都濕了就可以了 一確定它濕了之後 就把它封起來 放在冰箱裡面 那如果說 你今天癢的時候 就拿起來敷著敷著敷著 那敷一下子呢 它就會這個不癢的 那如果有傷口的 我就建議你用這種 這個無菌的這個沙布 其實我們知道 冰敷是一個很好的效果 然後敷了之後呢 你趕快擦上乳液 這樣子呢 都能夠止癢 因為性皮膚炎呢 其實真的很辛苦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的接受治療 然後呢 這個環境啦 飲食再配合 一定能夠得到好的控制